出道超过60年的雷虹 演过不少快智人口的乡土剧 更以60岁高龄拿下金钟奖男主角舒容 但是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硬朗的身体跟矫健的身手 他也在镜头前大方分享自己的保养秘诀 使用汉方健康食品活化成骨细胞 为自己存骨本抗骨松保有灵活健康的筋骨 武行出身的雷虹镜头前身手矫健驾气十足 今年已经73岁的他弯腰碰地下马步 骨骼关节的柔软度更不输年轻人 很难想象他过去曾因为拍舞打戏而摔到满身伤 平常是拍戏比较容易受伤的 第一个就是腰部 再来就是膝盖 手 翻的时候挡到要挡过 面对数十年的筋骨旧伤 加上年纪渐长的骨质流失 雷虹曾求住过西医 也找过推拿腹草药的民俗疗法 但都治标不治本 我们软过的米干你一定要治 软过你如果没过 他在心意没法度嘛 骨质你没有让他印 你两三下卖他就回来了 朋友介绍我吃 就是骨粒骨 骨粒骨也好 你看我现在就不会拉 肩也不会这边拉住 然后这也不会动 骨粒骨粒骨是全国第一支 经过实验证明 国家认证的汉方不顾健康食品 他含有蛇床紫素 等特殊珍贵的汉方食材 研究证实可以活化成骨细胞 减缓骨质流失 促进骨质增生 我吃了这以后 真的是对我的一大保障就是说 我还能继续活动在鼓打界里面 我还能动 Gate out骨粒骨粒是全国第一支 以中药汉方启动造骨细胞活性的 健康食品 并获得国内多项专利肯定 卫福部健康食品认证 国家生计品质奖 长期食用 补骨包裹 安全又保障